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3日 星期一 今節就想跟大家說一個政治人物 這個就是 我們大家都認識了 就是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人稱就是萬必 事源陳志全 萬必正式 宣佈要退出這個人民力量 亦說不會再參與 任何的選舉 以及集會示威 坦白說 因為 35家初選 就是搞到 那些候選人 全部被港共政府 送入了監倉 到現在 還是需要還押 我們是清清楚楚見證著這個政府 就是對著 民主派的人 基本上就是 完完全全是政治迫害 所以 無論陳志全 萬必有任何的決定 我們一定是精神上 全力支持他的 我們可以想像到 到底今天現在在香港還押的人 和以往 可能還是有法治的年代 入去坐牢 大家可以想像到 其實這個警方是完完全全不一樣 大家也可以再看到12港人的案件 看到李宇軒的情況 大家可以想像到 到底他們還押的時候 面對著多大壓力 有甚麼人 可能會透過不同的渠道 去聯絡他們 要求他們做這件事 要求他們做那件事 所以我們覺得 萬必 陳志全應該要做的事情 他已經做到很足了 對香港人 並沒有任何的拖欠 陳志全也就是 在這個民主派去留問題的時候 也是最率先 就是出來願意辭去立法會議員 的職位 從來都沒有留戀過 那個所謂立法會的議席 當然 坦白說 任何一個從政的人 幾經辛苦 才能選到立法會 立法會選舉也競爭很劇烈 要一個人完全不留戀 席位呢 坦白說 是沒有可能的事 無論任何人 幾以政治優先 當然怎麼也會有少少留戀席位 但是萬必就是能夠做到 真是貫徹自己的政治路線 有需要 要去 辭職 放棄這個議會的時候 就主動總辭 而我們是 看不到 他背後有些甚麼 很強烈的政治計算 在辭任的時候 所以換句話說 陳志全是一個 我們很尊重 真的做得很好 的一個立法會議員 更加不用說 我們其實本身 認識萬必 我們認識萬必 當然也是透過這個政治組織 人民力量 再到今天就是見證著 陳志全就是 正式 宣佈 要退出人民力量 跟大家說一說報導內容 陳志全就是在5月2日的時候 透過他的妹妹 正式發出聲明 正式辭去人民力量的主席一職 並且正式退出人民力量 他也說 不會再參與選舉 亦不會協助進行選舉活動 亦不會參與任何的遊行 集會和示威 從他的 聲明 我們可以看到 很大程度上 很大程度上 有人要求 這些議員 做這樣的動作 我們可以想像到他們被還押 基本上就是 政府 就是想你們宣佈 你們就是退出了 所有 反對派的政治組織 亦都是宣佈自己不會選舉 亦都是 不再參與任何的遊行 集會和示威 換句話說 就是 他們是在迫 支持 和理非 以上的活動 每一件事 都是和平的活動 參與選舉 參與遊行 參與集會 參與示威 全部都是和平的活動 現在這個政權 連 做和平活動的人 他也不放過 這個我們之前也說了很多次 他們就算做和平的活動 這個政府根本也不會 這個政權是不會放過他 因為他知道 這個和平的活動 結合勇武的活動 是足以可以推倒他 兩件事 其實是互為一體的 我再一次強調 和平的活動 是有他的力量 和平的活動 沒有勇武的力量在背後支援 就會像現在的情況 就是沒有任何的勇武手足支援 然後和平的活動就會被人用暴力 強硬把你終止 倒一轉 如果你要有勇武的力量 其實就必須要 有和平的力量在背後支持你 是不是 因為就是可能和平的活動能夠 動員100萬人 200萬人上街 而這200萬人覺醒了的人 包括他們 自己 以及他們的家人 他們身邊的朋友 和他們相關的人 全部都會變成 支援勇武的力量 其實2019年 清楚告訴大家 和平的力量 和勇武的力量是一起 聯合的時候 香港政府 甚至乎中共 根本就是完全沒有任何辦法 即使是今天的緬甸 軍政府已經是開槍鎮壓 甚至乎是大屠殺 其實到了今天 如果你站在 軍政府的角度去看 它依然是沒有辦法 消滅了所有緬甸的人民 其實 雖然緬甸的人民 付出 極沉重的 傷亡作為代價 但是 緬甸軍政府 從另一個角度看 你看不到它有甚麼希望 到今天 還是有大量的集會 預備會進行 繼續 抗爭 在緬甸一樣看到 有勇武的力量 有游擊隊的力量 又有和平的力量 兩樣東西 一起結合 正在對付緬甸的軍政府 所以清清楚楚再見到 兩種力量沒有了另一種 是不行的 這個香港政府和中共就是現在在逼 香港的這些 做和平活動的人 包括參與選舉 參與集會和遊行的人 要逼他們連做這些事情也不讓你做 換句話說 其實我認為這個政權在自己在自掘墳墓 當 最溫和的人 最斯文的人 參與最和平的活動 跟緬甸一樣 你也說不給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為自己的政權 敲響了喪鐘 你一定是使得 剩下的人 知道跟你要反抗的時候 就不會再只是進行這些活動 而是會只會把那件事 在有機會 和適當的時候 就會提升到你控制不到的地步 所以今天 看到這些消息 看到香港反對派的政客 政治人物被你迫害 被你摧殘 被你迫害到要出來宣布退出 或者以後不參與遊行 和集會 你以為自己很開心 以為自己勝利 在握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 你一定會後悔的 因為連最和平的人做最和平的活動 你也不給 答案是甚麼 其實大家心裏面很清楚 要做些甚麼 對時候就會做的 我也是那句 我們 沒有人放棄過的 我們沒有人放棄過的 你不要以為現在自己 在香港 在欺負 沒有用沒有保護的人 欺負和理非的人 這樣叫勝利 你這個是膽小鬼才會做的事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自己真的很過癮 香港政府 還有北京 你那些共產黨的走狗 面對著真的 會張牙舞爪 會擁有力量的人 其實你一點辦法也沒有 是不是 所以我其實一點也不灰心 我看到你這樣做法 只是證明了 你幫自己在加速 我深信香港人 是一定 一定會告訴你 他們是擁有力量 他們是會擁有力量的時候 再回來找你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堅信我們每看到一宗這樣的新聞 我們自己就記在心裏面 我們不會辜負他們 我們一定有一天 一定是會回香港 我們這一節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